宝马的B48发动机为什么经常漏水呢? 这个问题问得好! 实际上,B48发动机的钢体是铸铁的, 而钢钙则是铝合金的。 铸铁和铝合金的热膨胀系数不同, 这就导致了发动机在高温工作时, 钢体和钢钙之间会产生相对位移, 从而导致密封群老化或损坏, 最终导致漏水。 另外,B48发动机的密封群是橡胶制品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它们会逐渐老化, 失去弹性。 这也是导致漏水的原因之一, 今天就说说宝马B48最让人头疼的四个漏水点, 第四名附水壶。 水壶的这个边峰处会漏水, 另外这两条回水管断裂, 会把你抛锚在路上, 还在第四不代表微利弱, 只是配件相对向前几名, 便宜一些。 第三名,水泵, 见过最早的, 三四万公里就出现漏水, 这个配件本来和附水壶差不多价格, 奈何如果只是单独更换水泵, 在一两万公里它的底座可能又出现漏水, 一般建议直接更换水泵总成。 第二名, 水箱, 漏水配件里最贵的, 一个原厂水箱需要三千多, 虽然贵, 但是漏得相对温和, 只有漏水特别严重情况下, 它才会把你抛锚路上。 第一名, 机油隔座, 它还有两个好兄弟, 钢体水管, 回水管, 一起被称为宝马的漏水三件套, 三个漏水, 可都是会把你抛锚在路上的。 当更换机油座时, 建议同时更换另外两个配件, 因为他们三个使用寿命差不多, 这三兄弟漏水威力大, 配件价格贵, 还在第一外, 大家应该没意义吧。 オーロ游客 制作用 制作&护科官 結果 Además,